前面视频已经讲解了,九座是如何改变身体健康和体态 今天针对九座容易出现的问题,给出对应的改善训练 可以有效改善不良体态,缓解身体不适 动作一,双下巴练习 坐在椅子上,身体放松,挺直腰背,下层肩膀 头部抬起,然后向上提起 尽力收紧下巴,或者可以用手辅助下巴回收 然后保持十秒钟,一组一分钟 这个动作有助于加强薄肉的颈身肌群 是改善颈部疼痛最有效的动作之一 动作二,抬臂伸展 坐在椅子上,挺直腰背,然后双手交叉 伸直手臂,尽力向上抬起手臂,挺直胸椎 核心收紧,保持脊柱正常曲线 保持30秒,做两组 这个动作可以增加胸椎灵活性 松结紧张的肩秀肌群 同时放松紧张的胸部和背部肌肉 动作三,腰背伸展 坐在椅子上,保持身体中立 吸气,尽量前突脊柱 在最大位置保持5秒钟 然后呼气,向前弯曲身体 尽量拱起脊柱 一组做10次,做两组 这个动作可以增加腰椎的灵活性 释放腰间盘的压力 缓解腰酸背痛的问题 动作四,抬腰肌拉伸 身体呈弓箭步 一只脚踩在椅子上 保持身体中立 然后缓慢向前移动臀部 在最大位置保持5秒钟 稍微放松一下 然后增加前一位置 此时,腹狗狗伸出 拉伸感更加明显 在最大拉伸位置保持30秒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地放松 缩短着卡腰肌 就如果人群 卡腰肌都是缩短紧张的 紧张的卡腰肌是捧骨前倾 和腰酸背痛的主要原因 动作五,腿后链拉伸 身体坐在椅子上 前面放一个凳子 一条腿伸直放在凳子上 保持腰背挺直 然后缓慢前倾身体 此时,大腿后侧拉伸感明显 然后用手抓住脚尖 这样可以同时拉伸到非常肌 可以适当增加前倾角度 增加拉伸效果 保持30秒 久坐之后 大腿后侧和小腿肌肉都会缩短 通过这个动作的拉伸 可以增加肌肉弹性 防止因为肌肉失衡 引起的疼痛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训练内容 久坐人群可以利用工作空隙 每个动作做两次 这样可以有效地改善 肌肉酸痛和不良体态 大家有问题 欢迎评论留言 拜拜